今天你要断除你的这种不好的想法 你要像狮子吼一样 有力量 咬掉它 你不能说慢慢来啦 慢慢来 慢慢来你一辈子戒不掉 跟抽烟的人一样 慢慢来啦 你要像狮子 你要像剑一样 这个剑不是砍人家 以智慧剑 斩断自己当下的烦恼 是斩断它 你没有这种决心呢 那你就没办法 开发智慧 断除烦恼 那所以当我们脆弱的时候 智慧不好啊 执着啊 那你就要多念南无文殊势力菩萨 然后呢 祈求文殊菩萨的加持 所以每一尊佛菩萨 它目的 它像个医生一样 它是帮助我们的 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态 然后呢 改变自己的行为 也帮助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方法之一 就像我们看到动物 动物 为什么做动物 因为鱼吃啊 没智慧啊 做动物 所以我们也会帮它念 文殊菩萨 而且也会帮它念 地藏菩萨 希望它脱离三恶道 也会帮它念 弥勒菩萨 希望它将来都不要被吃 因为弥勒菩萨发怨了 只要它成佛了 第一条制定的戒律 就是不吃肉 弥勒菩萨成佛了以后 所有的动物跟人都和平相处 那时候人的寿命是八万四千岁 没有人会生病 在人间 未来有一个时间 人都不会生病 因为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 不需要医院 人只有一个麻烦 大小便 连死都不会痛 等八万四千岁满了 他就自然死亡 没有痛苦 为什么 因为弥勒菩萨成佛了以后 那个时代没有人杀生 没有人吃肉 所以就不用生病 所以也没有死亡的痛苦 那因为他的愿 然后他现在在天上 第四成天都在念愿 那各位你要往生那个天可以 你现在就要发愿吃素 吃素 多贡花 然后多手帮万才戒 那你往生就可以到兜塞内院 到兜塞内院寿命多久了 来各位念一下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寿命这么长 你真的要结婚 跟你老公不分开 就去那边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的夫妻 为什么 因为兜塞内院可以结婚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结婚的 因为那边没有男相女相 每个人都长得跟阿弥陀佛一样 没有男女的问题 黄金铺地没有欲望的问题 那兜塞内院是天界 欲界天 所以有欲望 但是这个欲望不会伤害别人 这个人间有欲望 有时候你会骗人 杀人 那为了圆满欲望 你会做一些不好 那到了欲界天 不会 满足欲望 但是不会嫉妒 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众生 那往生 斗塞内院还有什么特点呢 因为弥勒菩萨会经常跟大家说 来 发菩提心的方法 虽然是升天 但是时时刻刻在听 弥勒菩萨讲 发菩提心的方法 虽然有欲望 而又不会退转菩提心 所以这个叫 斗塞天 是个很好修行的方法 像我的师父就发愿去那边 不是去那边结婚 因为他的偶像 我师父的偶像是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也发愿到都算内院 所以我的师父叫卢太虚 叫卢虚法师 太虚法师为什么被我师父尊敬 太虚法师是一个各宗各派 他关心的是整个佛教的发展 所以他派他的徒弟到印度去学 到西藏去学 到各地方去学 就像我们这两天往生了 来 念一下 法会功德 回向孟参长老 孟参长老在前天下午往生 一百零三岁 无病而终 你看网络 然后他又往生的时候 天上出现彩虹 彩虹里面有他的影子坐在那边 这就不可思议了 自由自在来去自如 那这个孟参长老 也是受到了太虚法师 他们的影响 他也到藏地去学了 格鲁派的教法 特别不离道此地 但是这个过程 留下一个历史 一百零三岁 让我们告诉一个修行者的过程 但是他在监狱也关了三十三年 但是对他来讲 关在监狱更好修行 跟我们本患长老 很多这些大德 对他来讲 痛苦才是修行最好的祝愿 所以各位 现代的人不容易修行 是为什么 就是说没有痛苦 因为大家有一点钱 有手机 有冷气 有饭吃 干嘛修行呢 所以修行人多的地方 就是缅甸 尼泊尔 西藏 比较穷 这个穷并不是他们 没福报 而是不想要把精力 放在赚钱上面 特别在尼泊西藏 不单 不单的全部的人口 十分之一出家 十分之一的人口出家 只要家里这个小孩子 比较优秀的 通通送去出家 然后他们出家以后 出来干嘛 做医生 做学校老师 还俗了就可以 做学校的老师 继续出家了 就可以办佛学院 所以整个不单 就像一个佛教国家 所有的老人 我就不单看 不单没有老人院 不准没有老人院 政府这样 所有老人 没事都来寺庙 早上跟下午回家 干嘛 在那边转经纶 给薪水 政府年金 你只要每天在那边 转经纶 负责你吃中餐 又给你钱 那根本不需要老人院 大家就心情好 身体健康 晚上给儿女孝顺 明天再来转经纶 他们那个经纶很大 所以有十几个 那些老人就坐在那边 他们快乐得很 然后念完了 就去绕佛塔 然后转经纶 有法会就参加法会 所以各位 你差不多六十五岁好 离开家了 不要点储 给他们还 管东管西 六十五岁了 你应该退休了 退休了 连做爸爸妈妈 都要退休了 就去念佛 转经纶 不然去护身员 照顾骆驼 那你不是OK的吗 华人呢 看他老 也要看他死 钱钱钱 但是这个 太痛苦了 所以因为子孙 因为子孙又子孙的方向 我们不参与太多 天天拜佛 回向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 他们定的题目 是家庭和谐 与财富 那我想 佛教有讲了很多 如何家庭和谐的方法 那当然 人跟人之间要和谐 要有方法 在佛经里面说 做太太的 不能比先生早睡 要比先生晚睡早起 做太太的 先生骂你 不能顶嘴 和谐 所以 做太太的 要孝顺先生的 公公婆婆 照顾兄弟姐妹 那你家里才会和谐 做太太的 要把先生交给你的钱 不要浪费 不要没事去shopping 打麻将 然后先生呢 就会很快乐 所以 当然这是讲 太太的部分 做先生呢 佛陀有规定 做先生的 要把家里的财政 交给太太管 你太太就不用 有私房钱了 第二个 做先生的呢 固定一段时间 就要买香水 赚借 给你老婆 各位有听到吗 再来 做先生的呢 不能去外面找女人 那佛经写的是 男主外 女主内 那当然写了很多 这样子 先生你该怎么做 太太你该怎么做 然后 怎么样教育 而且佛经说 你家里假设有100万 你要怎么分配 使用金钱 这个很重要 四分之一 放在银行 准备以后要用 四分之一呢 做家庭 日常生活用 那四分之一呢 可以去拿去投资 投资 那四分之一呢 要拿来 供养三宝 帮助穷人 这样 那佛陀这样规定 那也很好 因为他认为你这样 不然你把100万 都拿去投资股票 那我也倒了怎么办 甚至你赚了100万 家庭开销 一个月才用5万 你太节俭了 那佛陀都 把这个 写得非常好 以及怎么样 照顾子女 所以各位 如果你愿意了解 有一部经叫 《善生经》 它告诉我们 对子女 对父母 对工人 对老板 对出家人 乃至 对职员 要怎么做 夫妻之间 兄弟之间 然后呢 怎么去圆满 那当然佛陀讲的是真理 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这个是永恒的真理 就像孝顺 是永恒的真理 而且还有一个叫 披萨切 披萨切 他要结婚的时候 他的爸爸 给他九个 九句话 我忘了里面 其中有一句话说 家里的火 不要拿到外面去 那披萨切 不知道什么叫 家里的火 不要拿到外面去 他就问佛陀 因为 披萨切的爸爸 就是故意 希望披萨切 也能够学佛 以学佛的方法 来照顾这个大家庭 结果佛陀就给他回答了 什么叫 家里的火 不要拿到外面去呢 你在家里 碰到你家里 有什么缺点 你先生啊 婆婆 千万不要告诉外面人 你有力 太厉害了 千万不要告诉外面人 家丑不外扬 那披萨切 听了佛陀 讲的这个九条道理 非常的尊敬佛陀 所以他成为佛教的 女众最大的护法 在他晚年的时候 还盖了一个 鹿子母讲堂 为什么叫 披萨切叫鹿子母呢 因为他的公公叫鹿 然后他居然变成公公的妈妈 这什么意思 因为他学佛以后 他赶换了他的公公 他的公公本来是个外道 然后呢 他用他的这种孝顺啊 各种方法 结果他公公 竟然跪在佛前说 哎呀 我的媳妇才是我的母亲啊 他告诉我呢 方法 佛法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人家叫他鹿子母 这个意思 那因为他按照佛法 把全家经营得非常好 连他的公公都这么尊敬他 而且他这辈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盖了一个讲堂给佛陀 叫鹿子母讲堂 所以他在灵命中的时候啊 看着鹿子母讲堂成立 佛陀在那边讲经说法 讲欢喜的圣天 因为这是他的愿望 所以我讲这个是希望各位 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够 有没有话讲得很细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了解 这个鹿子母的故事 那身为一个女人 那怎么样的去经营家庭 照顾子女公公婆婆 所以包括己孤独长者 跟他太太 那怎么样成为一个最好的佛教徒 己孤独长者 他己孤独各位就知道 就专门在帮助贫穷的 他有这个善心 后来皈依了佛陀 以后 然后既然发愿把他的钱 买土地盖金色 就是我们叫奇缘金色 奇缘己孤独金色 因为是由太子出树 己孤独长者买土地 盖了这个金色 而且佛陀在这个金色 讲的最出名的 阿弥陀经 而且佛陀在这个奇缘金色 有23次的节下安居 23次一次三个月 一年 然后在那边 讲了很多经典 那是由己孤独长者 所做的 所以己孤独长者 就是全家 慢慢的学佛 其中他有一个儿子 不学佛 另外一个媳妇 很凶悍 那己孤独长者 都来问佛陀怎么办 那佛陀就教啊 因为他那个儿子 很喜欢赌博 很喜欢赌博 那己孤独长者 很烦恼啊 他说我儿子天天 给我拿钱赌博 我不知道怎么感化他 佛陀说没关系 佛陀的方法 他跟长者说 你跟你儿子说 如果他来经色 参加佛陀的八观灾戒 一天 因为他曾经去过经色 你就给他十万黄金 这下他就高兴了 结果他儿子一听 我老爸要给我十万黄金 好 但是己孤独 佛陀跟己孤独说 你跟你儿子说 你去参加八观灾戒 一天 只要你能够 背佛陀的一句话 一句话就好 回来就给你十万 那儿子太简单了 他就去了 但是各位 佛陀很厉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佛 佛陀有变知的智慧 现场有一万个人 一万个人在想 什么佛陀都知道 一万人怎么度 他身上有什么业 什么病 佛陀都知道 现场有一万个人 有一万个国家的语言 那佛陀一讲话 一万个人都认为是佛陀在讲他的方言 所以修行要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你才有这种 圆满的能力去帮助 这生意识 相优于你才会 优优独播剧场